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婷婷 今天会给大家讲一下在加拿大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钱 如何可以买房的几种方法 在视频开始之前呢,有一点需要给大家稍微说一下 就是在加拿大买房你的信用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是新移民还没有信用度的话 或者是你的信用度是非常非常低的话 那么会大大增加你买房子的困难的 那我以前是有出过一些视频的 就是教大家如何可以拿到更高的信用度 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那期视频呢,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下 还有就是在我的描述栏里有给大家贴了 可以免费查询信用度的网站Borrowville 那Borrowville这个网站呢,查信用度是完全免费的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注册一个免费账户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定期查看你的信用度 以确保你的信用度没有问题 因为有的时候你的信用度的降低 其实并不是你本身的问题 可能是错误的账单记录到了你的账户上 或者是一些人盗用了你的身份 所以定期查看你的信用度是有必要的 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如果一旦发生这样的问题可以及时解决 好,那么之前有不少小伙伴问过 在哪里可以找到我的描述栏? 那这里给大家稍微说一下 在电脑上和在手机上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的截图 那么上面的一个是在电脑上如何找到描述栏 下面的一个是如何在你的手机上找到描述栏 那么在电脑上你会看到我的频道名字 然后底下你会看到一个show more 或者是中文的显示更多 点击那里就可以看到描述栏了 那么在手机上你会看到视频的名字 然后在视频的名字旁边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点击那里就可以看到描述栏了 好,那废话我就不多说了 下面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 在钱不够的情况下 如何可以买房的几种方法 好,那第一种方法呢 是政府其实是有一个项目的 来帮助大家来买房子 这个项目的名字呢 叫First Time Home Buyer Incentive Program 好,那首先我们来讲一下 什么是First Time Home Buyer Incentive Program 以及它的符合条件 好,那这个First Time Home Buyer Incentive Program 简单的来讲呢就是 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 加拿大政府是会借给你5%到10%的首付的 那借给你的这个钱呢是零利率的 你是完全不需要付任何利息给政府的 那借款的时间呢为25年 但是你是可以任何时间提前还金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来讲一下 它的符合申请的条件 好,那首先呢就像它的名字 First Time Home Buyer 就是你是第一次购房 那这里需要给大家澄清一下 第一次购房呢 并不是说你从来都没有买过房子 你可以是从来都没有买过房子 但也可以是在过去的四年间 你和你的伴侣没有拥有过自己的房产 那这样呢也是符合条件的 那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在近期你的婚姻情况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你和你的伴侣分开了 离婚了 那这样的话 即使你不是First Time Home Buyer 就是你不是第一次购房 那么你也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好,那么第二点 它对你的收入是有要求的 如果你的家庭收入已经非常高了 比如说你是律师、医生这样的高薪行业 你的年收入可能已经达到了 25万或者30万以上的话 那这样你是不符合条件的 因为政府的这个项目的本意呢 是帮助更多买不起房子的人去买房子 所以如果你的收入已经大大超标了 你并不需要政府的帮助 好,那么具体来说呢 就是如果你是居住在多伦多、温哥华 或者是维多利亚、Victoria的中心地区的话 那么这些地区呢 你的家庭年收入是不可以超过15万的 那其他的省份呢 你的家庭年收入是不可以超过12万的 好,那么第三点要求呢 就是你买的这个房产呢 是用于自住的用途 只能是自住房 不可以是投资房 那第四点要求呢 是申请人必须是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那据我所知呢 加拿大公民、加拿大PR 也就是永久居民和Work Permit 公签的拥有者都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是常居海外 即使你是加拿大的PR 也就是加拿大的移民 但是却不是税务居民的话 也是不符合条件的 好,那最后一点申请条件呢 就是申请人本身也是需要付一些首付的 你不能一分钱没有 那你最低可以有5%的首付 最高不能超过15%的首付 好,接下来我们来具体讲一下 你到底可以拿到多少零利率的贷款 好,那么如果你买的是二手房的话 那么最多你可以拿到5%的首付的贷款 如果你买的是新房的话 那么最多你可以拿到10%的首付的贷款 那新房呢 其实政府是给了你一个选择的 你可以选择拿5%的首付的贷款 或者你可以选择拿10%的首付的贷款 然后这个贷款呢 像我们之前说过是零利率的 是免利息的 好,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政府所允许的你购买的房产的总价 毕竟政府不是让你借着钱买豪宅 所以他会给这个房产的总价呢 设一个限制 好,那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申请人家庭收入乘以4 再加上你们自己的首付的部分 那就像我们之前有说过的 多伦多、温哥华以及维多利亚的中心部分呢 这些地区是有一些例外的 那这些地区呢 可以用你的家庭的年收入乘以4.5 好,这么说大家可能不是听得很清楚 那我还是给大家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那这里呢是以加拿大的其他地区作为例子 如果你是在多伦多、温哥华或者是维多利亚的中心地区呢 那这里你要用你的年收入乘以4.5而不是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例子 假设你的家庭年收入是12万 比如说老公的收入是6万 老婆的收入也是6万 然后申请人自己 也就是你们的家庭准备拿出10%的首付 那么你们所能购买的房产最高的价值呢 就是你们的家庭年收入12万乘以4 再加上你们自己首付的部分 就是48万乘以10% 总价就是52.8万 那有的小伙伴可能说 50C万买一套房子还是很困难的 但其实在加拿大的其他地区 除了多温地区的话 这个房价还是买得到房子的 当然不能买一套豪宅 但是第一套房子作为起步还是可以的 之后你再可以换房子 好,下面给大家想一下 这个项目的优缺点 以及你需要知道的注意事项 好,那首先我们来说优点 第一点就是如果你的首付不够 你却想买房子的话 正常来说你是要交一个 Mortgage Insurance的 就是在你的房子的总价的基础上 再加一个百分之四的 这样一个保险的费用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给大家截图的这个例子 假设你只有10%的首付的话 那么你需要交房价总价的3.1% 作为这个Mortgage Insurance 就是这个保险费 但是如果政府借给你10%的首付的话 那这个呢是零利率的 是免费的 那你就可以省掉这个房价总价的3.1% 那稍微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Mortgage Insurance呢 是你的首付越低 你所需要付出的利率是越高的 那这个例子呢是你有10%的首付 但是假设你只有5%的首付 那这个保险费呢 将是你房价总价的4% 而不是4.1%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向政府借一些首付的话 可以帮你省掉一些这个保险费的钱 那第二点好处呢 就是其实你每个月的月供是会降低的 因为你的首付多了 所以你每个月需要还款的钱就少 会一定程度上减少你的压力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它的缺点 以及它的注意事项 那它的缺点之一呢 就是它对你的房价有一个限制 所以用了这个项目呢 你是可以买到房子的 但是绝对买不到你理想中的房子 它可能只是起到了一个 起步的房子的这样一个作用 好 那么第二点 这点其实可以算作注意事项 但也可以算作它的缺点 就是你还款的金额 其实是按照你卖房时候的 百分比去还款 而不是按照你借款时候的百分比 那这样说大家可能听的不是很清楚 那我还是给大家具体举例说明一下 好 那么我们假设你购买了一套50万的房子 那卖出的时候呢 你卖了75万 有50%的增值 而当初你和政府借的首付的贷款呢 是10%也就是说 50万的15万块 但是你还给政府的时候 却需要还75,000块 而不是你借的5万块 因为这个价值呢 是按照你卖出时候的百分比来算 也就是说75万块的10%是75,000块 那么同理 如果当你卖出房子的时候 你卖出的价格比你购房的价格要低 那你就可以少还一些 假设你卖出的价格是35万 那么你只要还给政府35,000块就可以了 而不是你当初借的5万块 那之前有一些小伙伴留言说 Alberta省和草原省的一些房子 不但没有涨 反而降价了 那这种情况呢 如果你是向政府借贷了这一笔首付的话 那你还款的金额就会比原来要低一些 好 那之前有小伙伴留言说呢 自己是首次买房 但是因为首付差了几万块上不了车 那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可以尝试一下这个program 这个项目会对你有一些帮助的 好 那这个项目如何去申请 在它的网站里是有详细的介绍的 你也可以在那里找到它的申请要求 以及它的申请表 那我会把这个连接呢 放到我的描述栏里 所以有需要的小伙伴呢 可以到我的描述栏里 去找到它的官网的连接 好我稍微看了一下 今天视频的时间呢 其实已经稍微有一点长了 那我还有其他的四个方法没有想 今天肯定是想不完 所以今天其他的四个方法呢 就给大家稍微提议一下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我可以以后再出一期视频 具体给大家讲一下其他的各种方法 那其他的方法呢 包括Rental Own 就是你和你的房东去租赁这个房子 然后最终达成购买协议 那第二种方法呢 是你可以以零首付去购房 那以目前的这个市场状况呢 你只能向B Lander去借钱 那这个B Lander呢 就是不包括银行 你可以向一些私人借款 或者是私人机构 只是不是一些大的银行 那这里说的私人呢 并不是说你个人需要认识其他的人 个人去借款 不是这样的 它也是和贷款一样 是有一些机构去帮你完成这个贷款 但是像B Lander借款的这种私人借贷呢 它的利率一般会高一些 一般会比正常的利率高1%到3%左右 那这个1%到3%的决定呢 是在于你其他的收入如何 以及你的信用度 那总体来说呢 就是你的信用度越高 你的收入越稳定的话 那这个利率呢 就会相对低一些 好那第三个这个呢 5%的Dumpayment 就是5%的首付的这个呢 就是你自己出5%的首付 然后你需要交一些 之前讲过的这个Mortgage Insurance 就是它的保险的费用 然后就可以在一些大的银行机构去借款了 那最后一项呢 就是你RSP里存入的钱 是可以拿出来作为首次买房的 只要在一定期限内还回去就可以了 那最后一项的这个RSP买房 其实我在以前的RSP的视频里已经讲过了 那需要的小伙伴也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视频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和大家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对其他的这些方法也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感兴趣的人多的话呢 我会把其他的方法也做成一个视频 具体给大家讲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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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